在面对强力怪兽的时候 合体往往是奥特曼的最优选择 通常合体后的奥特曼都拥有深不可测的实力 所呈现出的效果往往也都是1加1大约2的情况 例如高斯和杰斯迪斯融合二层雷杰多 就拥有毁天灭地的实力 今天打了一个空炮就吓跑了不可于事的小惊人 不过大家有没有想过 历史上的这些合体奥 他们的融合素材都有啥 融合原理又是怎么样的呢 所以本期阿泽就带大家来看看 合体奥的融合素材和原理都是什么吧 在正式开始之前阿泽得先强调合体奥的概念是什么 是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奥特曼融合而成的全新奥特曼或者形态 像欧布中以借力量的方式融合 不能算作合体奥的范畴 咱们按照时间顺序一个一个来 第一个超级太多 作为奥特曼历史上第一个 同时也是昭和时代唯一一个合体奥 即使放到如今中的牛鬼蛇神乱出的新生代 超级太多的牌面依旧是拉满 无论是古兰特王还是宙达兄弟 在超级太多面前通通是不够看的 不然高低得给超级太多安排个新提到 咱们言归正传 由于招合时间没有那么多复杂的设定 所以超级太多融合素材和原理都是十分简单的 只要将奥特武神帝的力量传导着太多体内 即可融合成实力强定的超级太多 简单来说合成超级太多是个主动技能 只要奥特兄弟愿意 他们可以随时随地都能融合成超级太多 第二个雷杰多 好家伙 这回更是重量级 机上说能让小剑人感到畏惧的角色之一 一个猫就把小剑人吓得屁股尿流 至于为了防止他现身小剑人干脆派遣砸兵 直接躲在高斯家门口不让人家出来了 作为神秘四二之一 雷杰多一般不会轻易出手 但只要他动了杀星 无论是小剑人还是极恶不一亚 只剩一秒钟就能轻松将他们从宇宙中抹除 雷杰多的融合素材并不多 只有两个奥特曼 分别是代表宇宙秩序的高斯 和代表宇宙战义的杰斯迪斯 当他们柔和之后变成单身孤 代表宇宙意志的雷杰多奥特曼 与超级太多不同 雷杰多的柔和原理 并不是单纯的能量柔和那么简单 按照剧中的说法 宇宙中两股强大的力量相遇时 宇宙船中叶叶身辉的光 便会合体检验出他真正的身姿 这是什么意思呢 简单来说就是一个被动技能 就和前期的杰克一样 并不是说高斯和杰斯迪斯想合体就能合体的 必须对于两股强大的力量发生不弄 雷杰多才有可能会展现出他真正的身姿 第三个 孟毕如斯无限形态 作为奥特兄弟世界观下的又一合体 无限梦无论是表现还是逼格都是只增不减的 初登场便秒杀了究极超手新萨乌鲁斯 第二次登场便是直接大招清兵 让圣地的天平倾向了奥特曼这一边 不过唯一比较遗憾的就是 没能看到无限梦对上小金人 不过想想也能理解啊 要是针对上的话 估计银格的故事第三季就要完结了 既然拥有这么长的实力 那么无限梦的融合素材肯定不是一般人 没错 他的融合素材这是大名鼎鼎的奥特六兄弟 或者是更淺白一点 他只有超级态度和孟毕尤斯融合而成的新形态 但融合原理和超级态度也差不多 存在是个主动技能 是奥特兄弟将能量全部传出给孟毕尤斯而诞生出的究极形态 第四个孟毕尤斯富豪形态 没想到吧 进无限梦之后孟毕尤斯另一形态也上网 没办法呀 甚至人家是40周年纪念座呢 盘面必须得拉满 所以这才让孟毕尤斯结合了无限形态和孟毕尤斯形态 两个实力配置统统拉满的形态 在融合素材方面 孟毕尤斯是通过盖斯的伙伴和希卡蒂融合而成的强力形态 而他的融合原理则是需要盖斯伙伴充满兴旺的羁绊之力 和希卡蒂骑士七七力量才能完成融合 与榜单上的所有合体奥都不一样 孟毕尤斯的融合既不是主动技能 也不是被动技能 而是个绝版技能 为什么这么说呢 咱们先来看看融合素材啊 希卡蒂融 其实这个倒是很好获得 毕竟人家没事就替光着锅替戴哥开发新玩具 可盖斯的伙伴这个就比较难获取了 按照实力线来说 创业和传说的时间线已经是孟毕尤斯TV结束的一万年之后了 而盖斯的伙伴又都是地球人 什么地球人能够一万岁以上啊 谁是皇吗 所以说孟毕尤斯有两个合体前代 但凤凰天代实际上已经是名存实亡了 第五个赛加 榜单上唯一一个只登场过一次的奥特曼 同时也是皮套最贵的奥特曼 看似是炫烂的LED灯在闪耀 实际上是远古的经费在燃烧 作为神秘巨奥之一 赛加的实力自然是不用多说啊 从了奥特曼传奇中的那只海帕结盾 还没有什么怪兽是值得赛加出手的 当然了他也就只登场过一次 赛加的融合素材还是比较干净的 完全没有科技与狠活 是由赛罗戴拿以及赛加七夕合体而成 他的融合原力则是要从恐惧和绝望中抓住希望 从而能诞生代表奇迹的奥特战士赛加奥特曼 从而也是一个被动技能啊 第六个银河维克利 入入新人代之后 合体奥的成分开始变得复杂了起来 充满了科技又很活 飞哥看了都得倒墨子 首先要说的就是银河维克利 也正是从他开始 合体奥给人的安全感直线下降 甚至吃个大鞭啥子都能算是日常操作了 按理说奥特曼的第二战都还处于新手保护期内 可银河维克利的第二战就直接吃了个大鞭 在因为对过的优势环境下 被亡灵超级独岩腾王一击打到绝极 十分尴尬的是 在银河的第十季中 常规现在家的银河却掉球的超级独岩腾王 怎么越合体还越弱呢 难道因为战场不在互筛 不过这都不是重点啊 咱们应远先看看银河维克利的配料表都有啥 听名字的人听出来 银河维克利是由银河和维克利外加奥特融合手桌融合而来 融合原理倒是很简单 只需要银河和维克利使用手桌融合即可 同样是一个主动技能 第七个 罗布 如果说银河维克利从外边来看 能看到一丝霸气侧热的话 那么罗布给阿兜的感觉就是完全没啥亮点 头领上的两根大门帽都变成一种金毛狮王的集水感 虽然用一个词来形容的话 那就比的是又丑又酸 在战绩方面 罗布也只能说是中规中矩 依然达不到以往合体上别人的那种安全感 融合素材和原理倒是十分简单 只要罗嗦和布鲁使用极限水晶 即可称为罗布奥特曼 第八个 格罗布奥特曼 这个没啥好说的呀 大家理解为罗布的实际版就行了 表现的话同样是中规中矩 并没有差亮点 融合素材则是加上了一个格力桥和真击水晶 原理的话和罗布奥特曼大同小异 第九个 泰加三重斯特利姆 如今各种究竟要满天飞的年代 泰加三重斯特利姆却在阿泽西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是因为他强吗?不是 是因为他帅吗?也不是 恰恰是因为罪不起眼的人间体 功腾忧性 这个家伙觉得是所有形成在人间体中最惨的一个 别的人间体每次都是在剧场版中 获得了奥特曼力量的永久使用权 可他倒好拿到的只是一张体验卡 还是到期之后无法续飞的那种 而且人家哥三也没真的想带他玩 不信大家看看这个片段就知道了 咱们言过证证啊 泰加三重斯特利姆的融合素材 是泰加波马泰达斯的优性 括号 可有可无 括号 融合原理就比较简单了 三人合体即可 第十个令家 与榜单上的前几位新生大奥特曼不同 令家绝对是所有新生大奥特曼中安全感最足的一位 在视觉感受上也有着旧平成时期合体奥特震撼感 同时在表现上令家也是所有新生大奥特曼中 唯一一个没有吃过别的奥特曼 两次登场都是以碾样的姿态吊打对手 而在融合素材方面实力强见的令家更是融合了所有新生大奥特曼的力量 融合原理和当年的超级泰罗基本相同 可是将所有的力量都传输到泰加的奥特之脚上 这才诞生出了新生大最强合体奥令家 好了以上便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有啥遗落或者错误到 欢迎在评论区里补充 我们下期再见